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概100多美刀 先花点时间下载 这不用钱的 下载回来之后呢 下载回来之后 你就会发现这个档案 在这里 这个是ZIP档 一个压缩档 那你就直接解压缩就好 那解压缩完之后 Java Java这种东西 大家都还是来讨论 坑论不休啦 到底Java好不好 我还是带句话 天底下没有绝对好 也没有绝对烂的东西 有些同学上我的课 都不听课 我也不能说他不好 天底下没有绝对好 看球会不好 解压缩完之后 它会产生一个档案 在这里 就像这样 那要不要安装 不要再去找安装 Java的东西有一个好处 你知道 我们现在的世界 这个算是电脑的课程 也不是题外话 但比较跟语言没关系 我们现在的电脑 基本上有两大派 一派就是认为 你看到这些东西 你看到这个 window 你看到这个 这个叫智慧财产权 就是说这个是人写出来 所以谁写的 你要用它 你再去给他写 这个听起来好像天经地义的事情 但是有另外一派人 就这样 他讲说 那这个东西会掉到地上去 那你不能 叫我把钱给牛顿 因为他发现了地心灵力 因为他发现了血下 他有专利 那大家有东西都不能掉地上 另外讲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在宇宙上生存 所以 你 人家去用它 你不应该跟它收穷 对不对 最恐怖的是 想要 我们现在最麻烦的就是 写这个人认为他要收穷 然后用的人认为我不用付穷 这个就会有问题 但是 假设有一派的人认为我写这个 就好像牛顿 努力做科学研究 我做出来之后 那你们就去用 因为他本来就在那里 可是我透过我的手把它做出来了 他就拿去用 就大概第二派 那 加把 算是比较属于第二派 好 属于第二派 Vili Vatial Base 我们这个课没讲 Vili就是属于第一派 作业系统还讲 微软的 MS window 就是属于第一派 你们用的Linux 有人用过Linux的S window 他就属于第二派 那个不用钱 那不用钱还是可以赚钱 为什么 因为 你今天在用牛顿运动定律 你不见得懂牛顿运动定律 哪一天你想把自由落实这件事情做些应用的时候 你就要请教那些真的搞懂的人 那这个时候那些真的搞懂的人 他就有钱可以赚 要赚钱在这里赚 而不是东西掉下去我给你要钱 所以这个是观念上的不同 正因为观念上的不同 所以他们这两套系统 有很大的差异 那 Java 它自己本身 就是认为说这个东西就是 你下调就可以用 所以你看Eclipse也是 你下调你就拿去用 一毛钱都不一样 然后 它跟微软不同 微软的观念之下 会有一个集中 也就是说 它的世界会是一个集权 因为所有东西都是它写的 都是微软这家公司写的 所以它是集权 所以在它的世界里面 当你一个东西要去做 要去执行 你就必须要 要到微软的世界里面去执行 所以是这样子 当你写了一个程式完之后 你要到一个微软去执行 你要做Instot的工作 那你在做安装的时候 它就会 把你这个程式要用到的东西 去跟微软去注册 微软会给每一个东西 一个唯一的名字 记住是唯一的 所以你去看它的那个注册档 你会发现 注册档里面有长长的号码 很奇怪的号码 那号码到底是什么 它又是大瓜号 瓜子 里面一长串号码 对不对 那号码到底是什么 那个就是微软他们定的一个 让你这个人 如果你抓通 有人都没睡 努力的写程式 写他一千万年 你所产生的程式 那个号码都还千几点点而已 他就有办法做 他的码就过长 长到说 可以把宇宙间所有的东西 都给他一个唯一的号 所以你在安装就是在做那个工作 那现在很多软子 会告诉你 那你电脑玩一段时间的时候 越玩越慢 越玩越慢 为什么呢 因为你有说进进出出 进进出出 有时候你要用又不用的 你要移进又要站住 有时候移的不干净 那些东西就留在你电脑里面 所以你电脑刚买来都很快 用一段时间越来越慢 所以有一些软球帮你吸 就合作一下 你这个东西在你的电脑还有没有用 所以他们有一些去整理注册档 那一边整理注册档 整理注册档是要去追踪你的电脑内 这些固域是有些不需要的东西 这个是在微卵的知误之下 从建构出来的电脑实验大概是这样 那Java就比较单纯一点 Java他就讲说我是自由 所以他大概用了一个机制 叫做Namespace 我给每一个东西都给一个Namespace 然后他对其他的作业系统来讲 你Java来讲 对作业系统来说 我就看你是什么作业系统 然后我就把我Java要用的东西 我就先都给你注册好了 所以你去下载那个JRE 我上次有点叫你去下载JDK或JRE 回来 对不对 那个JDK或者JRE 事实上要做安装 那一个安装完之后 耳后这些Java整个程式 就透过你那一次的安装 就可以执行 不需要再安装任何东西到作业系统去 所以一般你去下载 这种Java的东西 你回来都直接执行就可以 因为你的电脑已经都做好 所以他不需要INSTONE 那你们都习惯动作 很喜欢INSTONE 那现在是不需要INSTONE 所以直接执行他就好 那我把它在桌面拉个捷径 那它会要求WATSPACE 那这个WATSPACE就是你的工作的空间在哪里 那这个设计也不错 因为像你们的工作空间 你学校的电脑来讲 你只能在桌面 所以这个就改变一下 把它ROSE出来 然后改变一下 就射到你的桌面去 这样你就工作空间可以用 那这我不大需要 因为我的权限很高 所以我就直接过去 你在家里也不需要 直接用一射的让它过去就好 然后它就整个漏得进来 下面你看到这些东西就是它的LANDSPACE 这比较可读 微软的LANDSPACE就是大锅 然后里面就是16星位 那个一般都比较看不懂 那它们的LANDSPACE 你就很容易可以看得出 我是比较希望能够从头写起 从头做起 所以 我开一个新的 我开一个新的 我把程式码一段一段超过 这样子 你进来的时候 第一次这个完全都是空的 然后你还是一样 一定做一个新东西 一定File 然后New 新 然后Project 你就给它一个新的Project 那这边有一大堆不同的Project 那你只要选 你们现在就选加拉就好 加拉的Project 那给这个Project一个名字 那比方说我叫做 S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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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好 这个Project我叫SOT ONE 你半是几半 9半 109 109 就叫SOT 109 那 你要产生在什么地方 你就要跟它说一下 那好吧 我就产生在桌面 这边 的买销吧 我这边看一个叫 新字要讲 叫做 S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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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有点小Bug 所以这个 恐怕得要自己 自己打 小心一下 小心一下 我的经验 它好像 蠻笨的 所以它就搞不清楚 所以这边要稍微小心一下 它就会自动把你产生 好 Finish OK 来 这个是你的Project 就在这 那这个是 原先的 原先我关掉 那我们新产生在这 完全都是空的 除了那个JRE 它会告诉你说 你现在用的JRE 有哪些东西 其他都没有 没有任何新的 你去看看你的桌面 在买胶里面 会多了一个叫做SOT 109 那这里面只有两个小档案在这里 这档案都很小 那只有1K 这个 这个就是跟那个 Netbin ID最大的差距 我为什么比较喜欢用它 它 它这个做起来 就两个小小的东西在上面 那Netbin ID 这个动作一做完之后 你不要发现 它啪啪啪就跑一大堆资料 然后啪啪一大堆什么 点XM 然后党都跑出来了 那 对我来说 那是一个 很严重的事情 因为我这个 如果看到一个东西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 我心里面就很难过 但有很多同学不是这样的 他不懂就算了 但是对我这种人来讲 大概有很多同学 都这样 看到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这个我只要看两个 我就知道 大概花个十分钟 我就会了解这两个的作用是什么 我会去玩它 故意把这里面的东西改一改 然后再重新把一堆打开 看看画面变什么 我就会知道 这里面就是在做什么 那Netbin ID 一弄就一堆 然后 你要去看很多的书 才会知道 那一堆的每一个意义 那对我来讲 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 可能很多同学来讲 那也没什么 大不了 看不懂 就算了 我可以玩就好了 这个就比较简单 它就两个档 然后你等一下做什么东西 它就很干净 好不好见能见知 它有更多资讯在里面 代表它能够以后的 要怎么讲 你的病例子会比较高 它的适性会比较高 适应性会比较高 适应性就是说 你今天把这个东西拿到另外一个地方做 然后它大概稍微查一下 怎么反正就是你过去 那这个资料少 当然你要起来移去的时候 你要自己去想办法 好 我们回到Eclipse出来看 这里面现在都没有任何的层次在里面 所以你必须要开始写 这个有点像是 我们那个写C的时候 有没有一个Project 起来嘛 然后在里面可以写很多C层次 那同样在这里 按右键 然后New 这时候New什么呢 就New一个Class 然后一个新的类比 新的类比 那我们给这个Class一个名称 给它一个名称 这个名称啊 我就叫做 Sold 因为我们有三个Sold 我们就叫Sold 我就说 你现在就 每次做到这里 就要把自己假想 我是上帝 我是上帝 这样子 我开始要创造宇宙 那我创造宇宙 我现在就要制造什么 我到底我的宇宙里面有什么 那 上帝创造我们说 这个宇宙有亚当有夏娃 这种亚当跟夏娃叫做人 所以他会创造人 对不对 那你现在要创造的世界 就有一个东西 就有一个东西 叫做Sold 就这样 这么简单 Sold就好像人 这个就是一个Class 一个类比 你要创造一个Sold 但是我要让这个Class 本身能够有一些执行的能力 所以我把这个打勾 我就说我在这里面要有man 我再把这个打勾一下 然后就change 那他自己就会把程式帮你写好 就把这个写 这个是 我把不必要的这个注解 我先拿掉 他就会告诉你说 我现在产生了一个Class 叫Sold 然后他里面有一个 public的Meter 叫做man 叫做man 到这有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他能够接受 他就参数 叫ARGS 是一个自串的阵列 自串的阵列 这是他产生的 那当然这个程式 因为我们在这个 Round OK 在Class的地方 有设计 Build Domantic 他能够自动的 去Build 所以他 你只要一存档 他就自动给你Build 好了 所以你去看这里 这个档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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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Java也好 可以X也好 你还记得 上次我们第一次教大家 自己要什么JavaC 对不对 然后再去执行Java 那这个不需要做JavaC 你只要程式 需要一存档 他就帮你Build 在这里面就Build 那我们要怎么执行 我还是希望用到Dose的模式下 提起 先CD到 那个资料夹的位置 我按错地方 应该是按这个开始 不是按下面的开始 好 好 那你打DIR看 你就会看到有一个 点Plus这个档案 所以你不要打Java 然后Sold 他就会执行 他就会执行 那执行是什么都没有 当然什么都没有 因为我们什么都没写 那如果 我们也要写个SayHello 的话 那也很简单 就直接 System The How The 这个有个好处 大家看 这里 System 打完之后 按个点 他就会把System 下游 哪些 东西 会列出来 那你就点Out 然后下的 然后 平衡暗 然后旁边还会有解释 这个就是 Eclipse的好处 他还会解释 然后 然后你就打一个Harlo Harlo Front 下游 好 存档 存档他就有点Build过了 重新执行看看 Harlo Front 所以代表都把你做的 做好了 OK 这一个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我想这个很简单 好 哦 对 找個女生幫忙 幫我找個同學幫忙找個同學 幫我去丟一罐水 對,白一個就好 你悲心嗎? 想不下去了 太貪了 一個去就好了 就在樓下兩個人去 你講話還會怎樣 辛苦了 兩個男生一起去就覺得有點奇怪 有什麼事情要做嗎 這麼短暫的時間 一杯水的時間 這個是最簡單的 到我家開始設計了 我為了跟另外一班一樣 所以我就從那邊靠過來就好 免得到這兩邊的意思不一樣 首先呢 我腦袋裡面講到的是這一件事情 我這裡宣告了一個 Trivit的整數 叫做Bubble Array 還是叫Bubble Array 現在這個 因為這個是變成三個獸 叫Bubble Array 本來我是要學Bubble Array 這個名字許的不大 但是我還是沿用下來 就是我現在想想 我既然要把某些整數排一排 這個程式叫做排整數的工作 你總要一個地方放這些整數 那當然你就想到 那就是一個陣列而已 所以這樣就宣告了一個整數的陣列 這Privit就給你看它 宣告一個整數的陣列 叫做Bubble Array 就這樣 那為什麼要寫Privit呢 寫Privit就是說 我這個Soup 我會Pubble出去 我會把它發情出去 讓別人用 但是別人用我Soup的時候 他可以看到Man 但是他看不到Bubble Array 他不知道我這裡面有Bubble Array 那這個就是阿里 好 謝謝 好 他沒有針口 真實才會有事 我還會犯規 太辛苦 太辛苦了 這樣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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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Privit 這個Privit 就是告訴他說 我這個東西 只有受了 裡面可以看得到 以後 用它的人 這樣看不到Privit 看不到Privit 的東西 如果你這個前面沒有寫 它自動也是Privit 但是 如果你這個要讓別人看得到 耳後用這個的人 它要是可以看得到 它就會變成Privit 變成Privit 變成Privit 什麼叫可以看得到 我舉例講 比方說 你們在用這個System的時候 你要知道它的真正的地方 是來自於 加碼 點 UDI UDI 好 到 好,我隨便找一個好了 找一個arrays好了 找一個arrays 好,這個就是arrays 那這個arrays呢 你就可以發現 它裡面是不是有一大堆東西 這些東西就是代表 我可以看得到的 代表我可以看得到的 這裡面有很多東西 這個就是代表可以看得到的 那也就是說 它在寫的時候 這邊寫public的話 耳後它就會在這個列表裡面 就會被看得到 就代表 這個是jama跟j一個比較不同的地方 叫 這個jama 你們這樣叫到老是會很難過 你們這個都是沒有吃過苦頭的人 你們在叫這個很難過 因為今天如果 今天我是來講你們的課 講到已經沒聲音 還硬撐著講 然後 我那個聲音也不是我已經讓它變成那樣 你們沒有辦法去體會 然後還要去嘲笑 這個很不好 但我是沒有關係 你們叫一下我就算了 但是 從教育的觀點我要跟大家講 那是不對的 你們就現場看我 從剛剛開始進來 我今天講過已經很辛苦 你們不會了解 你實在已經沒有聲音了 然後你硬要把聲音指出來的那個感覺 那個真的是很難過 我很少課堂商喝水 那我都已經受不了喝水 還繼續要講下去 到結果還要被你們笑 這個是 還有人還要故意模仿我的真心這樣 大人大概不會這樣做 小孩子才會做這種事情 趙老師又是道德標準很高的人 所以我知道他一定會這件事情很生氣 然後把話想太前面了 這個這個 我不能隨便罵學者 我知道他很生氣 但是他一定想要罵出來的 我就替他罵那樣子 那 我們回到話題上來講 所以 我現在對我的喉嚨的那個自主性 已經不是很高了 所以講話有時候會 那個發音不是會 不是很標準 我很多英文我講念 但是我念不錯 因為他有時候要捲死我 現在舌頭捲不清 真的是 喉嚨有點難過 但是你們這個課我一定要講 因為你們辦個禮拜後要做作業 我這個不跟你們講的問題 你們要做業都交不出來 他說我辛苦我也不覺得 我覺得那是我的工作 然後我本來就要在做的 不是說辛苦不辛苦的問題 當學生比較簡單 當學生 早上很不想爬起來怎麼辦 裝定請降 老師爬不起來 怎麼辦 裝定請降 那你們這堂課要幹什麼 那你會請弟 就會請弟的是請弟三次 我們有看過這樣的學生 沒有得任感 就會這樣 有一點點不失誤 然後就空到七大 然後就沒得任感 那一次會相繼 大概我們看年輕老師 連續三次就知道 這個當時在上學 一定是沒得任感 差不多了 那有些老師 比方說喉嚨不好 他就會給一個理由 尤其比較年輕 他會講 你看我喉嚨不好 所以我今天不用上課 會跟同學講 算可憐 老師好可憐 我不要上課 那接下來同學高級的 我這堂課可以不用聽 可是不對啊 我們這個地方是學校 學校老師不是要講課 學校不是要聽課的地方 我們怎麼可以那樣玩 所以當學真的 老師在進責任的時候 你當學真的 有沒有在進責任 對不對 你自己給自己十個理由 不聽課 你就講 那個我沒有進去啊 那個年考不考啊 那個什麼什麼 反正你會給自己一百個理由 然後你會說服你自己說 我可以不用聽課 這種人 以後你出了社會之後 你就會給自己一百個理由 你不把你的責任進去 因為你當學生 就沒有把責任進去 有些學生真的沒有 把自己學生責任進去 你當學生了 正常課進來 比方說我今天來講這個課 我進到這裡面來 我就是要把課是講的 把該講的交給你 你當學生就努力的聽 就這樣 這麼單純的事情 不要想太多 事實上 事實上 事件沒有那麼複雜 有些人把他搞得太不妨 來吧 我們看這個 現在先瞭解這個 Private的意思 跟這個Public的意思 好 呃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你在點這個Sort的時候 你會看到這邊有一個有沒有 這個S代表Static 這邊有一個符號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S 看得比較不清楚 這邊有一個Bubble Array Bubble Array 在設計的過程裡面 你會看到它被用一個紅點把它框起來 代表它是Private 代表它是Private Private就是代表以後別人不能存取它 但是事實上 它還是會記錄下來 也就是說 對Java來講 它還是會記錄下來 會寫在它那個要Publish的Club 我剛才有講過 C跟Java最大的不同是C 你寫完的那個ESD檔 那個執行檔 本身就是可以執行而已 然後它 它不會去記錄 不會去自我記錄 我是什麼 我裡面有什麼 它不會記錄 那Java的世界 它這個物件 這個類別本身 它是自我記錄的 它的資訊 會放在它那個裡面 所以 在Java的世界裡面 比較有趣的就是說 你今天寫了一個類別之後 這個Name Space 我還沒講 前面會有一個Name Space 叫做Paket 它可以叫做一個包子 加上Name Space之後 你這個將會成為全世界 獨一如二的類別 那你去想想看 如果全世界每一個人 他去寫作的東西 都能夠有一個機制能夠交換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用它建構 進一個很大的機制出來 這個為什麼學家 我在這個下學期要交點加 我的意義在這裡 這個解扣的的話 已經不是我這學期的重點了 去寫程式嘛 不要看得太嚴重 以你們所學的 夠了 你們學的機 如果學到上學期結束 那些機 對寫程式來講 夠了 下學期 我帶給你們 不是光寫那些程式 那個程式以後 你們就自己寫 就好像 你們會不會握著 會不會 講會也會 講不會也不會 握著誰不會 打開來打打字 他就把它印出來 誰不會 你真的會嗎 那統化海裡面有 百分之九十九的功能 你都還不會用 對不對 你會不會握著 會 你會不會寫程式 會 但是 你真的把所有寫程式的東西 都考慰了 那就這樣不會 那 但是我認為夠了 我們這個電腦 不是職業訓練幫 我們是要訓練程式設定師 所以夠了 所以要多學一點比較大的東西 就嫁給你比較交加 就用力在這個地方 大家去想想看 這個東西 要 carbridge 出去 這個上面怎麼多了 這個 我打了array 他就自己 進來了 所以我現在把它 這行沒有 我剛剛打了array 他自己烤上去 這行我講了很久 我現在要一個bubblearray 來裝 裝我要排序的資料 我叫一個bubblearray 這個就是要裝 我排序的資料 那 但是 這個有了之後 你要怎麼去用它 怎麼開始寫 這個hello world的這一行 我也不要了 要不要把它刪掉 這不是我的目的 接下來我要寫一個東西 叫做建構 在這裡 在這裡 這個叫建構 那我這個不能用bubble 我這個必須用salt 所以好像不要吧 我這樣子寫 大家來看看這個 比較特殊的函數 一般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 它會有一個 這一個 void 或者一個int 這個叫什麼 傳回詞的資料形態 你會發現這個函數 它中間 它裡跟salt的中間 沒有任何東西 那代表 這個是沒有傳回詞 一個函數沒有傳回詞 這個函數比較特殊 來有第二個 函數的名字 跟類別的名字 一模一樣 ok 在加拉裡面規定 如果你的函數名字 跟類別的名字 是一樣的 那這個東西就叫做contract 叫做contractor 折頭捲不起來 就是contractor 這個是一個建構 這個建構式 用來做什麼用 當你產生 從這個類別 產生一個 新的物件的時候 它會去執行它 所以它本身就有一個 在做initialize的動作 就是在做那種初始化的動作 當你建構式 當你沒有建構式 但是當你有建構式的時候 你以後去產生一個新的奏德的時候 它就會做這個事情 那我舉個例來講 我先擺一邊 我先寫另外一個建構式 然後我這邊寫一個 天稱號 這不是一層爛 它下面這個 這一個 我等一下順便講好 我還是把它先炸掉 它看起來比較乾淨一點 那這一個怎麼用 我們在man裡面 我現在去宣告一個東西 叫soul 就好像你在寫int 你現在宣告 我現在是一個soul 然後我叫做mys好了 就等於一個new的soul 就等於一個new的soul 這個東西叫mys mys是甚麼 是soul 這很像簡歷了 mys就簡歷了四個人 是這樣 然後它等於new的soul new就是 好像在生一件 我現在就把它生出來 後面就是去孤教 這一個soul 所以這個時候會真的產生一個實際的 那當然我在把它生出來的時候 是不是我就印了一行 我在這裡 所以等一下我們去執行看看這個程式 它會有甚麼結果 它出現一個mys了 那 這樣看懂了嗎 這個建構子的意義 懂了 newsoul 它就會跑到這裡來執行 ok 那當然這個 我不是要弄這個 我真的要做的是在這裡 我們在這一行 有宣告的一個整數 叫bubble array 但是這個bubble array 只是宣告而已 我只是說簡歷人是個人 但是這個人並沒有被產生 它只是讓你知道簡歷人是人而已 但這個人還沒有被生下來 有點像是還在肚子裡面 搞不好 你可以講說 以後我的小孩 要叫做 阿狗 阿狗 但是你現在這麼還沒生他 你連對象都還沒有 但是你跟你的朋友在談的時候 以後我家阿狗 我一定不會逼他弄出 他要幹什麼 我就讓他幹什麼 可以吧 因為阿狗對你來感情是個人 大家都知道阿狗是你小孩這個人 但阿狗的事上並沒有被生出來做 一樣 我們這邊有宣告bubble array 是一個整數 array 但是並沒有真的被生出來做 真的生出來 是在這一行被生出來 我逆無一個 那 那 為什麼我要在這個時候才讓他生出來 不在這裡生出來 原因很簡單 因為我根本不知道 我這個陣列到底有多大 我希望讓使用者來決定 我要排序的陣列有多大 因為你們的作業會被要求 這個陣列可能是 500筆 可能是1000筆 可能是5000筆 可能是1萬筆 可能是5萬筆 對不對 所以 他這個必須是要動態 還記得以前我在講西的時候 我一直跟大家講 西的陣列一經宣告 一定要在最上面 就宣告他的大小是多少 對不對 所以西要做動態陣列很難 我們當時都必須要做一件很傻的事情 就是 如果 我發現我寫一個程式 然後我不知道 要算班級平均 然後我不知道 到底一個班有多少人 那我就不管了 就留100就對了 那你的程式要處理到一個班級 是101個人的 那你就化了 那怎麼辦 那就把他留1000筆 結果真的在用的時候 你的電腦 你處理的人 每一班都沒有超過50成 結果你就多浪費了950個在那個地方 那你能不能讓使用者打50 然後你就再產生一個50的陣列 在西裡面 可不可以 至少我教你們的方法還不行 可不可以當然可以 不行的話西怎麼寫 那很麻煩 那個就要學到指標 然後用動態陣列 動態配置 那個程式碼 接起來 光要動態配置一個 你給我50 然後我要把50個陣列弄出來給你 那個程式碼就好幾 那如果我要用你二維陣列 你就加到兩個 三維陣列 再處理你就已經投影眼花了 很難用 那加吧就很簡單 不是說C不好 C加加也有改過了 C加加也改成類似 像NU這個方法 所以很簡單 你只要NU一個 這樣就可以了 那這個N呢 你給了之後 它來配置 所以加吧可以做到動態配置 你程式在執行的過程裡面 你跟它要多少 它平時配多少給你 一行就可以了 所以這一行的目的就是 就是把實際的Bubble而類伸下來 根據你給的N 我來做 好 那 我這邊再掃到另外一個Sold 也是做個實驗 叫 25YA2號 等於 NU的 Sold OK 大家可以看 這一個跟這一個 兩個都被分下來了 但是 這一個用的Sold 是用這一個來生 第二個是用這一個來生 這很合理 因為第一個 你沒有跟它講 N是多少 所以它自動會用上面這個方法來生 那 這一個呢 會用第二種方法來生 這個 中的觀念叫做多型 什麼叫多型呢 上面在設計一個物件的時候 它會根據你的條件不同 然後這個生 光生這個動作 就會有各種不同的生長 你都講 它就生下來嘛 生下來 你不要自然生 還是果物生 還是搞到置管裡面去生 都叫生 那這叫多型 好 就同一個 概念 但是它會有不同的製作 這個叫多型 加拉 允許多型 來 順帶一提 我比較心掌的 為什麼只要用這一套 當然現在的內病ID也會做 你有沒有發現它這邊都用個驚嘆 這驚嘆就是在警告你 說 這邊有什麼事情 不大對勁 這樣子 什麼事情不大對勁 你把它移過去看 它就會告訴你 到這個黃黃去它就會告訴你 它會告訴你說 這一個東西 巴格爾瑞 從來 沒有被 讀取過 那當然都從來沒被讀取過 為什麼 因為我們還在寫 這個巴格爾瑞 有啊 有坦真 但是沒有讀啊 寫一個東西 從來沒有被讀取過 那代表什麼意思 那代表什麼意思 那代表那東西都不需要 對不對 你們有沒有剛剛做過這種事情 在家裡 寫了 這個 淡文 你們現在當然在這個年紀的嘛 那一病真癮的年紀 那些人 想不想 我是大師人 還是寫字 寫了完之後 又不好一直給別人看 就把它放到抽屜裡面去 放 放到最後就丟垃圾房 垃圾房 垃圾房 這個東西 需不需要存在 不需要 天底下最糗的事情就是 寫一個網頁 加一個網站 放了十年 結果呢 只有自己進去過 從來沒有第二個人 到底有網站去過 那他的網頁根本就不要用 就不要那個網頁就好了 所以這個 這個東西又有點怪 所以你看喔 這個系統 你可以很聰明 他就發現說 這個你都沒有被讀取過 然後他會給你建議 你點一下他會給你建議 移過去他告訴你 什麼地方怪怪的 點一下 他會告訴你說 你該怎麼做 他告訴你 你把它移掉就好了 對不對 把它刪掉不就好 然後你點一下就把它刪掉 要點一下就把它刪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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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會提出警告 OK 那我們繼續往下坐 現在把它給宣告出來 我下一個動作是怎麼辦 大家知道 好,沒關係啦,今天演講給你算啦 好,打一天的 然後看老師的規格 老師說要做五萬個 五萬個數據怕掉的直接擺掉 你試試打五萬個數據是怎麼結果 所以不行 我的程式不能那樣子 那個數據絕對不能用打的 要不就從電腦讀一個檔案進來 要不就讓它自動彈生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寫自動彈生這一段 有了這個想法之後 你就開始寫嘛 那在寫之前 我們就假設叫做 Get RND Number 我說我要寫一個方法 我要賦予我這個函數有一個功能 這個功能就是 我能夠去取得亂數號 你就先想好 我就是要有這個功能 大家看看左邊這裡 它就會出現了 雖然你還沒直做 但是你先把方法寫出來 這實際怎麼做等一下再講 那 OK 這邊 然後我還是把它宣告成Public 但你可以把它宣告成Public 如果你認為適合的話 我認為這個應該在裡面做就好 你就把它宣告成Public 不需要在外面 這裡就叫外面 我不希望它在這裡做 我當然要在裡面做 那怎麼樣做呢 很簡單 一個破迴圈就好 我還是把它掏過來比較快 我先宣告一個東西叫 叫Random 這個Random 是在Java Utility裡面的Random 這個是Java公司幫我們寫好的一個類別 這個類別就叫做Random 這邊我順帶跟大家提點 講到就這樣子 你會發現這個類別 就Clack 類別的第一個字 必須要大字 沒有印性規定 你寫小寫也可以接種 不過全世界的人 寫Java的人 他都會把它寫 第一個字都會用大字 我再講一次 我為什麼講這個呢 我記得我在寫碩士論文的時候 那個層次我大概前後寫了兩個多月 我層次都通通寫好了 然後開始去做實驗 然後寫論文 那在寫的過程裡面 後來我就把論文完成 我就拿去給我們指導教授看 他跟我講一句話 他說 你這個層次雖然可以執行 但是你的類別沒有的消息 你現在又把它寫成論文要出版 你這個出去給人家笑死去 後來我又花了兩個禮拜的時間 把所有的類別 第一個是改大寫 那是一個很煩人的動作 因為你必須要把你的寫了兩個多月的程式 一頁一頁找出來 一個一個找出來 慢慢一個一個改 然後一改就一大堆紅字出來 你只要改一個字 從紅的就跑出來 然後就慢慢改 慢慢改這樣 以前用那個 那個Napping ID 或改到兩個 所以我這個特別跟你們講 因為 耳後 不管你寫橫字的時候 你可能要做成技術通報也好 或者你要出版也好 你會出到這個問題 要小心一下 這個是一種習慣 那這個Random 它是上面自己 import的進來 這個有點像include 有點像C的include 意思一樣 就是它會把它含進來 那這邊比較有 這個軟體 很聰明的地方 就在你 你直接寫 它自己幫你 import的進來 那DexC不行 對不起 你用到了GOW 你就要自己記得include的妹子 不然它 會不知道 那因為加法 它本身的資訊是很齊全的 所以 當你一檔 你這套計程 它就自動的 會 會打開 那這個 講課講到那麼精采 連那個 靈界的朋友都跑進來聽 那就坐在你們的旁邊 那要看哪一種 這個比較低級的 進來還要開門才進的 我們不覺得背脊涼涼的嗎 那邊 這個就是取亂數 好 那 接下來呢 我舉一個破迴圈就好了 一個破迴圈就好了 這樣就解決了 我現在假設 我要取的亂數是0到100之間 0到100之間 那 我就解個破迴圈 破I等於0到I小於Bubble Array的Lange 當然有人會把這個Bubble Array的Lange拿到外面去 Bubble Array 我們宣告它是一個陣列變數 是等數陣列 在Java裡面 陣列也是一個 類型也是一個物件 也是一個東西 所以 你這邊 打Bubble Array的時候 它比較 厲害的地方就是說 當你打一個點 它就會告訴你 Bubble Array 有哪些 哪些東西 你看 當我看這裡就有一個Lange Lange就是代表它的長度 它的長度 就是說這個陣列到底有多大 你不需要去記N 我再強調 N你不需要記 因為它會 含在這個物件的資訊裡面去 所以 Bubble Array 本身 的長度 就可以從這邊取得 那我就是一個 巡航一樣 讓它從裡到 Bubble Array 的長度 然後按一下這樣 Bubble Array 還有整個Random Ran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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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ke 亂數的Double 亂數的Rod 亂數的高層 這個比較有趣 這個比較有趣 那我們用的是 曲整數 就是這一點 後面N N就是代表換文 就是要去換 我特別把那個 曲亂數 再跟大家講一遍 曲亂數你們有寫過 在西伊上學期有寫過,丟宰子 那許亂數的話,理論上 你今天如果把宰子讓他去丟 丟六千次的話 那基本上出現一、出現二、出現三 大概都會集中,應該都差不多一千次左右 上下兩關差太多 這個就是上帝玩宰子 但是上帝玩宰子有時候不是這樣玩 比方講,我今天把全校的所有的成績拿起來 那我要去模擬學校的成績 我能不能丟宰子?不行啊 那丟起來的話,零分的跟一分的跟兩分的 跟九十九分的一百分的會都一樣多 所以我不能用丟宰子的方式來丟 但是我要亂數啊 所以那個高師他有做了一件事情 高師他就做這樣的分布 叫做高師分布,大家可以看這個圖 再畫一點 就是這種分布 就是這樣子啦 這樣的分布 這個叫高師分布 那如果你今天要讓電腦取亂數 然後取出來的亂數 你把它的那個直方圖畫出來 會得到這樣的曲線 那這個就是叫做高師亂數 那在很多地方 我們必須要用高師亂數去模擬 比方說我如果要去模擬 這一個空間的空氣分子的運動速度 那你是不是就必須是一個高師分布 那這個在這個Java來講 你只要把這個random在這個圖畫裡後 就把它取成 用那個next高型這樣就好 加一個高師數 OK 用那個函數 你就可以寫一個程式去模擬 模擬這個 比方說空氣分子的速度啊 或者模擬學生的成績啊 我記得我在大學的時候最早寫程式 我大學讀物理系嘛 那為什麼寫程式我們老師呢 我們那時候寫4chan 我們老師會告訴我們說 那你們寫程式為什麼要寫程式 不是為了要什麼巴說醜的 不是講這個 他說你寫程式的目的就是 你讀物理 然後你會有很多idea 所以idea出來之後 有很多你要做實驗啦 可是你在做實驗的時候 沒有那種實驗器材 因為那個是你想出來的 你去買也買不到 那你自己製造 那種東西搞不好 非常高科技啊 你懂的概念 你不見得做得出來 那怎麼辦 那很簡單 寫個層次去模擬 所以在物理系 讀電腦 一個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寫層次去模擬 那以前你們的學長 這幾年 前幾年電腦比較不好 我發覺這幾年又好 你們這一屆電腦不存 你們的上一屆 就現在二年幾的電腦也不存 你們早年的學長 就有很多學長 他們很喜歡寫這種物理的模擬 我們教完程式之後 過兩天你們就跑 你看老師我寫程式 你看喔 他就寫一個東西 然後做檢協運動 你可以設一間餐 然後就做檢協運動 在那邊動 一邊動 旁邊還有一個圓 就真的跑 他就把物理 課本上學的東西 把它寫成程式 那個程式以前都有放在我 就是早年 那在十幾年前的你們的學檔寫 我記得那個黃彥珍寫過 他寫了很多這種物理上面的 他很有趣 那有些喜歡寫數學 有些喜歡寫數學 就是教到這個下學期 大概有些同學開始會寫文字 他不是為了教這個作業而寫 他就是覺得很好玩 我可不可以把什麼東西寫寫寫寫寫 來做模 所以你要用到模擬的話 你可能就會用到這個東西 那我們再往下看 好 這樣就做出來了 那但是你怎麼知道 他做的結果是怎麼樣 那我現在 第一個做的方法我不講 第一個方法我不講 看第二個這個地方 這個我只是在做好玩的 我們看這個 這個的話 我當我宣告起來之後 我就可以讓他去執行這個Pen Number 也就是說 我這個建構子 當這一行去執行的時候 這個我這樣 我就把它刪掉 當我這一行去執行的時候 MY2去執行的時候 那他就會產生100個亂數 然後這100個亂數呢 最大數是到100個 這樣子 因為他會先做這一行 這一行做完 做這一行 那這一行 就會跑來做這裡 然後他的亂數就會產生了 但是他產生什麼亂數 我是要把它印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因此呢 在這裡我又寫了一個 叫做Show Array 這個就比較簡單 這個我就直接拷貝 我就不需要解釋了 那這個方法是Public 因為等一下我們必須要在這裡面可以用得到 我們現在可以斷程式碼 這個程式碼比較容易一點 然後直接講 還是做一個巡查 跟上面一模一樣 然後只是把這個Array的內容 就把它印出了 就把它印出了 就這樣就好 那我們的程式 就可以去做了 我們的NYS2 一點它就會跑出 你設計的方法就會跑出來 你就可以看到是 Show Array這個方法 我讓它修一下 OK 來 直行看看 你看 你可以看到 它就跑出 100個數目字出來 這個是亂數 跑出100個 隨便 你再執行一次 它的號碼會不一樣 因為它是亂數 對不對 那人力跑100 那你如果把它設1000個呢 等於我這邊有一個NYS3 你看好 我設1000個 那它先跑100個 再跑1000個 這上面到這裡是100個 那第二個 就跑1000個亂數出來 你要看到它都是介於0到100之間 那你們的任務 就是要把這個按照大小排好 要把它排好 好 所以 我現在假設 你有一個bubble sword 我現在假設 你寫一個bubble sword 在這裡 有一個方法叫bubble sword 我做一個方法叫bubble sword 當然這個方法現在我還沒有實作 我們現在完全還沒實作 耳後你的程式就是 這個弄成1000之後 然後接下來呢 你就去秀耳瑞 你先秀給人家看一下 然後接下來 你就 按YS2去執行bubble sword 執行完之後 再把耳瑞再秀一次 你就可以知道你自己有沒有排成功了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看出來你有沒有排成功了 但是現在這實行一定沒有 因為這個bubble sword 我們是假的嘛 那個就是這一段程式要你們去寫的 這一段要你們去寫 其實有兩個貨回去 我講這個要寫在10秒鐘 只有10秒鐘有可能會那麼快 要10秒 大概2分鐘之內就會打完 然後我再加一點東西 我現在希望 這一個最大值 也把它設定一下 所以我這邊再宣告一個 Pybit 叫Megima 然後把它預設為100 我在最上面再宣告一個 Megima為100 然後這裡就把它弄Megima 這個地方換成Megima 那這個當然做起來是一樣的 我會想要這樣做 我希望再寫另外一個建構值 這個建構值 跟剛剛很像 但是呢 它變成有兩個坦數 這個要做什麼呢 那使用者自己 如果有需要的話 自己可以設定 你那個數最大到哪邊 你要說你的數如果大一點 因為你可能要做5萬個數據嘛 做5萬個數據 這5萬個都是100的話 你會從目的數據會太大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把這個Megima改掉 這個時候我們的主程式 可能就會變成說 100 我要100個 然後這個可能再1萬 你就可以這樣用 那這個值挺起來 你可以去看看這100個數目值就會大很多 是不是 所以在0跟1萬之間 0跟1萬之間 但是看起來都沒有排過 沒有排過 好 那我們再來加一個 把我們上次的那個 我有教過大家怎麼樣去做輸入 我把那一段放進來 在這裡 那這裡的話它就會讓使用的 那我把N放在這裡好了 好 這樣 下面這一段是我 上次上課的投影片 畫的時間 畫比較多時間這樣 上上次 就是 有一個BubbleReader 然後你就把資料讀進來 讀到 變成一個BubbleReader 然後讀到一個字串 那讀一行就好 那個讀一行 讀進來之後呢 我把這一行 扶到FDR把它轉成成數 然後把這個成數放進來 本來這邊是用程式直接選 我現在改成 下面這一段加進去 改成這樣 使用手 你打多少 就多少 那你的實驗就比較好做了 所以你現在就可以 再去執行 下巴授 他會在這裡等你 等你打 比方說 你今天跟他打 十個 那他出來就是十個 那你跟他打 一百個 那他出來就一百個 跟他打 一萬 他出來就一萬 我知道你在講什麼 老師我給他打 一百萬而已 不知道會怎樣 他都很忠實的會跑一百萬 電腦是最聽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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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你跟他截什麼 又做什麼 電腦是最乖的 那你們現在應該知道了 你要再加了 我這個程式碼會給你們 這段程式碼會給你們 你要再加的 就是在這邊加一些程式碼進去 然後你還有一個什麼 指揮心受的 還有一個指揮心受的 你會有三個方法 你會有一個 你會有一個方法叫做 你會有一個方法叫做 你要去 你要去 increment三個方法 然後在你的程式碼裡面 在下面這邊的地方 你要分別 要把這三個受的都都放上去 然後 你在做實驗的過程裡面 你必須 那個排 不一定要輸出 但是你自己做的 你要確定你有輸出成功 然後 你們交上來的程式 當然一定要 讓老師 能夠去驗證說 我打進去 我可以看得出來 你真的有排成功 有排成功 這個不是用TENEMER訊號去做 這個要你們自己寫的 跟上學期一樣交報告 那這個學期只交一份報告 所以這個 我弄得比較大一點 這個實際要交報告 我們會 實際看報告 跟大家講 這個報告 如果用TENEMER訊號去 因為我們這個學期只看一份報告 我會很小心地去看 笨人會下去看 而且我會 一份一份看 所以你不要是 TENEMER訊號去 絕對逃不出我的法語 我絕對可以看得出來 你是超級 不管你怎麼加料 我一定會看得出來 你是超級 因為人是很聰明 電腦是很聰明 你不要騙電腦容易 騙人是很聰明 我只要看一看 就知道你是不是超級 所以你用 請你專業去做 你自己去做 你可以參考同學 也就是說 這些程式也許是一樣的 但是那一份報告不會一樣 就像你們做實驗 實驗數據可能三個人都一樣 但是回來寫的報告會不同 因為大家的心得會不一樣 不要說你從 對啊就是心得 結論 你今天那些數據 覺得